考古专家在北京石井山把伟小榜给挖出来了 打开棺杆一股刺鼻的气味扑面而来 里面竟然躺着一句清朝不服难干事 让专家感到毛骨悚然又觉得很不可思议的是 一个清朝人竟然梳着明朝的霸击 身上却又穿着一件清朝的龙袍 棺杆上写的是四品文官 身上却穿着一品五官的草骨 就连专家看货都不由地发出惊讨 这是我这辈子遇到的最让人费疑所思的事情 四品文官的官头是提着 但是里边睡着的是一个一品的五官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才能享有如此待遇 有人说牧主人是伟小榜 也有的人说牧主人是一位唱戏的 可一个唱戏的又怎么敢穿龙袍呢 如果你也想知道牧主人是谁 可以加个关注点个赞 让我为大家揭开牧主人的神秘面纱 里面竟然躺着一个身穿古代服装的男尸 虽然年代比较久远 但他的尸体看起来却没有丝毫腐烂的迹象 凑近看 他的五官竟还能清晰可见 这时有的人好像对尸体不怎么感兴趣 他们更加关心的是牧中的随葬品 俗话说得好 要想人不知除非几末位 第二天一大早 石井山区的文物科科长突然接到了一个举报电话 原来西长安街沿县的施工单位 无意间挖出来了一座古墓 放下电话 文物科科长等人立即来到了施工现场 到了以后 他们再一次将棺材挖了出来 只见干事紧紧地被衣物包裹着 他两腿冰冷 双手平放在身体两侧 从表面看像是正常死亡 令专家感到诧异的是 干事一般在西北地区是比较常见 因为那里的昼夜温差大 气候又干燥 不需要做太多的防腐处理 就可以形成干事 但在我国北方地区 由于气候和土壤等诸多问题 干事是极为罕见的 最后 考古人员又在墓中发现了一块黑色的墓板 只见上面写道 黄青告寿中县大夫 着武皇宫之灵境 从中县大夫可以看出 墓主人生前曾是一位四品文官 然而正是这个中县大夫 给专家带来了接二连三的不借之命 北京石井山挖出一具清朝部府南干事 一度被专家认为是伟小宝 因为在他身上发生的诡异事件 实在是态度 一位清朝人 梳着明朝的霸击 穿着清朝的龙袍 棺盖上写的是四品文官 身上却又穿着一品武官的巢 这不是妥妥的伟小宝原型吗 我们知道 伟小宝可是康熙身边的第一大工人 文官武官他都做过 文官当过钦差大臣 陆顶空 武官担任过 服务院大将军 论官前 他可是从一品到四品全都有 可伟小宝是小说中的人物 专家凭什么说 这具清朝干事 就是伟小宝呢 从棺材盖板上的一行字 我们可以得到以下信息 皇清指的是清朝 中县大夫 说明牧主人 曾是一位清朝的四品官员 可当专家挪动干事时 他们惊奇的发现 干事的衣服上竟然绣有一条龙 这让专家立马认识到 眼前这具男干事将轰动考古剂 可一个四品官员怎么会穿龙袍下葬呢 为此 专家查阅了大量的清代史料 让人惊讶的是 有名有姓 但在轻视上却查不出来 这个人难道他在掩盖自己某种显赫的身份 为了避免干事长时间的暴露在空气当中 专家决定将干事的清理工作 放在横温的房间内进行 由于年代久远 尸体已经和衣物粘连在了一起 遮给接下来的清理工作 带来了不小的麻烦 由于干事四肢僵硬 想要将衣物完整的玻璃 就必须将干事翻过来 特当专家将干事翻转过来后 却发现他并不是一位清朝人 因为他输着一个明朝的发肌 这在清朝是绝对不允许的 根据大清法律 留发不留头 留头不留发 重则还可能会被株连救作 究竟这是清理干事发肌的工作人员 突然有了一个重大发信 他们发现了几枚 康熙同宝同钱 所有基本可以确认 牧主人就是一位清朝官员 为什么一个清朝官员 可以挽着明朝的发肌 在专家疑惑的同时 清理工作仍在继续 北京石井山挖出一具清朝不府难干事 一度被专家认为是伟小宝 难道在清朝真的有伟小宝的原型吗 当工作人员将干事身上的衣物掀开以后 他们又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 干事的身上竟然穿着一件一品武官朝服 按照清朝的制度 文官的布服绣的是悲情 武将的布服绣的是走兽 四品文官的布服应该是鸳鸯 而麒麟布服则是一品武将的布服 身为四品文官应该穿鸳鸯布服 可他却穿着一品武官的麒麟布服 究竟是谁这么大胆 竟敢违反朝廷律令 输着前朝的霸击 有名有姓 却查无此人 墓主人究竟是何人 一问一个接着一个出现 但是抢救纺织品的工作刻不容缓 在所有文物中 纺织品是最脆弱 最容易腐败的 在剥离的过程中 稍有不慎 就会毁坏一件珍贵文物 中国唯一组被发掘的黄铃定铃 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因为当时文物保护技术落后 墓中大量的纺织品 一经出土 遇到阳光和空气 就会立马发生 氧化反应 知识纺织品瞬间灰飞烟灭 铃铃的考古发掘 也是郭沐若这一生中 最后悔的一次发掘 因为古代纺织品 能保留到今天的 那是少之又少 所以工作人员每进行一步 都会格外的小心 甚至还被要求 不能戴手套 因为戴上手套 就感受不到玻璃的强度 他们必须小心再小心 所以单身的玻璃工作 进行的十分缓慢 最外层的麒麟补服 被玻璃后 人们期待的龙袍 终于显露了出来 即使它是一品武将 也根本没有资格 穿龙袍呀 它到底是什么神奔呢 在清理工作的同时 当时的古怪装饰 让专家产生了种种猜测 在清朝 戏曲比较盛行 牧主人会不会是一个唱戏的 因为生前酷爱唱戏 所以此后穿着演绎的戏服下葬 汤前盛世是清朝最为繁荣的历史阶段 特别是乾隆年间 国粹京剧就是在这期间 各个地方戏曲融合的产物 并且还非常深受乾隆皇帝的戏案 因此有专家认为 这句装束古怪的干尸 很可能是一个唱戏的艺人 因为生前饰演过很多角色 其中就包括了皇上和一品武官 因为演绎的原因 所以将头发挽在头顶 因为唱功了得 身受皇帝的喜爱 所以封他为四品 众献大物 事情的真相果真如此吗 那这件龙袍又怎么解释呢 一个唱戏的能穿真的龙袍吗 紧接着又有一个疑问 摆在了专家的面前 就是干尸身上穿的这件龙袍 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因为本期视频有点长 下期视频再为大家揭晓媒体 喜欢的朋友可以加个关注 下期视频等着你的到来